在转车上,第二个外出,到A57, Dawson Street 说到就算去了曼车斯克,也要吃披萨的执念 不得不提囤居北伦敦时养成的逢年过节 并点披萨外卖的惯例 这个之后我们再讲 American Pies,位于曼城市中心 主打芝加哥深盘披萨 不知怎么也就火了起来 小店位于一个相对安静的街道 外观并不张扬 在众多造访的网红中 Rit My Take Away在这里的用餐视频 应该是点击量最多的了 这位不管去到哪都自带桌椅 坚持异性期间,室外用餐方式的大叔 在吃披萨时极度享受的模样 真的很有煽动性 我们也是看了这个视频 才决定要去那家店 或者说才决定去曼城斯特 我们点了7寸的帕帕罗尼披萨 和7寸的辣香肠回香披萨 披萨从制作到上桌要35到45分钟 开了差不多五个小时车后的我们 已经是机场陆路 又点了两道钱菜 马苏里拉芝士饺 和大蒜黄油土豆块 鱼磨半个小时 披萨终于来了 两个大大的披萨被放在铁架子上 似乎生怕一放在桌子上 就被四面八方来的时候被抢完了 先试一试辣香肠回香披萨 据说这里放了一整条的香肠 而不是像一般的披萨店 只削几片做点缀 披萨有非常厚的边缘 刚出炉还非常烫手 镜头还没准备好 就被抢了一块 芝士像龙岩 流到了白盘子空出来的地方 帕帕罗尼披萨 是我们点外卖几乎唯一的选择 就算点了被推荐的 辣香肠回香披萨 也还是忍不住再点帕帕罗尼披萨 和马苏里拉芝士的纠缠 就是我们对卡路里剪不断 理还乱的情感 和微软最新开发的 插在GPT聊了一下 披萨的种类大概可以分为六种 芝加哥生盘披萨位列其中 虽然不知道我们在北伦敦的 波斯和犹太区的可可披萨 属于哪一类 但毕竟是这个披萨 构成了周末的夜晚 在我们的坚持和不懈的托法前 福祖的国际友人 已经加入到了吃披萨 看狼牙堡的队伍中了 在英国 披萨越吃越大 越吃越厚 第二天早上 我们前往曼彻斯特大学 和曼彻斯特都会大学 接下来 会专门出一集介绍曼彩风景一生 我们去了小红书和在推荐的Vedular Coffee Bar 是早午餐 穿过曼彻斯特 或者说是雨彻斯特 到了早早门口就排了长队的小店 接线查过网站 似乎不支持定位 我们排了大概二十分钟 备分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点了半米迪克蛋 招牌法式吐司 转点马蹄 暖暖的抹茶杏仁奶 蒸起糖浆马蹄 认识记者 记得那些日子 不要放下 继续伸展开 法式吐司和腻人 我觉得点缀的 Grunona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Grunona是一种以燕麦 坚果蜂蜜为原料 经过烘烤而成的食物 和吐司上厚厚的滥油相得益彰 我们最喜欢的是巴尼迪克蛋 这是一道在纽约创造的典型 但是我们一直以为 这是今天的英国早午餐点心 最底下是一层酸面包片 中间附上沙拉和天群三文鱼 上层是两个正好的水波蛋 最后淋上厚厚的河南酱 同务员说 我没见过抹茶拿铁 和镇子糖浆的组合 反正全部喝完了 那应该也是好喝的 听说曼彻斯特中国城 有一家不错的香菜 开车回南敦前 我们决定去试试 可惜店主大概是回家过年了 闪转来到旁边的四川餐馆 塞了个辣辣的烤鱼 和重庆酸辣粉 And sing it One day you'll lose your wages Remember one thing my friend When you run a red cloud Just visit music and dance it One day you'll lose your wages Remember that I'm here... I don't care